好,我們再繼續 我們現在進入到就是羅馬人 那我們說過純粹的戲劇活動 純粹的劇場活動其實他們興趣並不大 可是呢,自從他們就是接收了古希臘人 他們的這個劇場文化之後 他們反而呢,就是有很多 原本跟戲劇扯不上關係的活動 那麼他都要就是加添這個所謂的戲劇性 這種戲劇的色彩 那麼一個呢,就是他們我們剛才提過的 塞這個戰車 OK 好,那麼最主要的這個活動的場地呢 是Circus Maximus 好,這個其他結構性的東西 我們也是一樣就是老規矩 都是留到禮拜五,我們也要再看 好,那麼塞戰馬車的這個部分 塞戰馬車呢,絕對不是這個古羅馬人 他們的這個發明 他們也是一樣從希臘的文化裡面呢 接收過來的 那麼只是呢,就是尤其是這個 OK 好,那麼賽戰馬車這個東西呢 其實他也是在,就是在過去呢 他其實是在這個 就是Olympics 他的這個 就是運動會 其中的一個項目 就是當,本來剛開始的時候 Olympics他只有一天的賽程 然後他從一天增加到 就是兩天賽程的時候 他增加了一個項目呢 就是這個賽戰馬車 馬術的這個表演 那麼在那個時候呢,就是馬術表演 不管是戰馬車或是單純就是騎馬的這個表演 然後他們 呃,場地呢,就叫做Hippo Drum Hippo就是跟馬匹有關係的 OK 好,那麼他們在馬車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基本的規矩 通常呢,就是一次會有四組人馬 然後他們都是用這個衣服 好,或是馬匹 馬車上面的配件 的組色調來 呃,就是區別 就是你是哪一組的 所以四組人馬 每一組人馬呢 就是差不多三,三輛 好,這個戰馬車 所以總共是12 就是每一次 他就是有12個跑道 然後同時出來 那為什麼要一組一組呢 一組的人就是說你這個 一組裡面三 就是三輛車呢 你彼此會互相幫忙 因為在賽馬車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跟你不同組他會想辦法 讓你發生危險 出意外 就是讓你淘汰掉 所以同一組的就是要互相幫忙 就是怎麼樣 就是讓別人不會傷害到 你自己的這個成員 然後如果是說在這一組 同一組的人 人員當中有跑得比較快 你要怎麼樣保護他 不會被人家追上 你要去想辦法去阻擋別人 好,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其實在戰爭的時候 其實會很有用的 就是你同樣的 同一批軍隊裡面 你怎麼樣去保護你自己的 怎麼樣 然後去跟別人就是對抗 好,那你也可以想像的到 就是說在羅馬 就是尤其到了帝國之後 他對外 收服的這個土地越來越多 然後他所征服的這個不同的種族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麼到後來呢 賽戰馬車的這個活動 變成就好幾個民族 然後互相較勁的這種情況 那麼這種情況非常危險 因為到後來大家就把這個東西 當作種族之間的爭鬥 就很容易呢 就是不管是輸了贏了 或什麼就常常就會有產生暴動 然後產生了暴動之後 都是種族之間 然後就會彼此就會幹家 可是呢,因為這個活動太受歡迎了 所以呢 羅馬即使到了帝國後期的時候 他們都不敢完全禁止 因為你禁止的話 就表示你會變成人民公敵 因為人民太喜歡這項活動了 所以他們就是會變成是說 有的時候甚至於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場合 甚至於就是這個 帝王他要自己出來親自主持 表示他對這個東西的這個尊重 那你可以想像他帝王自己親自出來 當裁判主持的話 維安的這個情況呢 就是他一定那個會一直往上調 他的這個維安的這個限制跟這個效果 我們看到了這一個 所以我剛才有講到就是說 通常來講就是四族人馬 然後用顏色來劃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個紅色衣服的 跟這個紅色衣服他們是同一族人馬 你看嗎 然後這是白色衣服的 然後在這一張圖裡面的四族人馬 就是紅白然後藍綠 這邊有一個綠色的 OK 所以他們就是繞著那個場地 然後去跑 那麼可以想像最危險的就是那個要轉彎的地方 轉彎的地方就是你那個前後距離 去增那個前後距離最主要的一個關鍵地帶 但是因為轉彎那個地方 也是因為它最狹窄的地方 也最容易就是發生危險 那禁散的那個過程就是 其實到了20世紀以後 冰漢 冰漢其實它那個故事 它裡面就有一段 就是冰漢它其實本來是 就是以色列就是一個種族的一個王子 就是其中一族的王子 然後後來它因為就是冰敗 然後變成了這個羅馬人的那個奴隸 然後它就是被羅馬人就是帶去就是訓練 然後當這個競賽的這個選手 那麼冰漢的這個故事就是曾經就是 變成就是一個類似像像就是我們所謂體育場 就是實況演出 我們也可以就是在明天的時候去看它那個實況演出 它其中有一段戲就是這個羅馬競技場的這個比賽 OK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是贏的 贏的它就是會給予頭上就是帶這個月桂冠 那麼通常來講像這種競賽的這些選手呢 那麼通常來說呢 他們就是最主要就是也是在沙場上面的那些展示 那麽當然就是帝國越來越擴大了之後 不同的種族有很多其實這些呢 他們的身分都只是就是像是奴隸的這個身分 那只是提供給羅馬人提供娛樂 OK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格鬥士的部分 格鬥士它的原文的名字呢 Gladius它的意思就是 箭、刀箭 所以格鬥士其實從一開始就表示 他們是可以帶武器上場的 他們的重點就是贏 所以你帶的武器到後來就不只是刀箭這一類的武器 它甚至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武器出現 但是重點就是一個 你帶了武器上陣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贏 那如果沒有贏的話會怎麽樣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邊 好你可以看到格鬥士很好玩 他們的服裝有很多都會有奇裝衣服 OK 然後像他們如果贏的話就身上的有一些配件 就會很像是說你現在看那個什麽棒球賽或什麽的 像林書好什麽 那時候不是有個那個手上他帶人的東西 然後就會很賣很賣錢 同樣的道理他們這些奇裝衣服如果他打贏的話 他身上的就是某些配件就會變成 就是那個市場上面熱銷品就會變成這樣子 OK 好那你看到唯一一個就是身上沒有什麽防備的 就很單純的就是一般的衣服的 穿白衣服的這個 這個就是裁判 OK 好那我們看到這邊 好那麽這一幅相簽畫呢 是在當時呢就是他們的就是輸贏的這個紀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如果上面有一個0 然後這樣一條線畫過去 就表示這一個 輸了 在這場輸了 而且他輸了之後 然後就是他們如果打輸了之後 就是要裁判去判定 那通常我們剛才講過就是裁判 在當時就是大型的有規模的比賽 裁判基本上就是帝王本身 那就看他要不要讓他活 那其實要不要讓他活 其實他就是看那個時候 整個觀眾他們的對反應 那有時候他們很嗨的 他們就是要見血 好所以你看到如果這一筆畫下去 零上面畫了一筆的話 就表示這個最後是被判死的 他不只是輸 他連命都沒有了 好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就是裁判 然後這個輸了而且被判死 然後這個身上很奇怪的 其中一弗的這個連贏了兩次喔 他上面贏了 然後到下面他也贏了 OK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他那個很奇怪的那個 像魚王那個 大家那個時候也很熱銷的 好那麼格鬥士呢就是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你也可以看到 格鬥他其實跟戰爭也有關係 好 那麼漸漸的也是一樣在帝國呢 他越來越擴大的時候 那麼他們每次打贏了戰爭 就會抓到這些俘虜 那他們就把這些俘虜呢就是 訓練成格鬥士 好 那因為他們常常就是打輸輸的人 常常就是要賠掉自己的這個性命 OK 可是贏的人如果你能夠一直贏下去的話 那你就會存夠了錢去俘身 就後來就變成自由人 但是這種情況其實真的並不多 OK 他跟那個賽戰馬車一樣 好 有人就是在27歲以前 贏了2000次的戰馬車 2000多次 然後最後就是27歲就這樣掛掉了 OK 所以就是說你要活得夠久 活到你真的賺夠了錢去俘身 要不然的話就是基本上 他們這些都是努力的身份 那當然當時呢 有一些就是本來是羅馬的公民 如果說他真的窮困料倒的時候 那最後一條路就是 自己就是等於是 算是一種坐姦自己 就是進去做格鬥士 然後接受訓練 好看你有沒有辦法 就在裡面就去翻本 好那麼當然就是說 既然他們的身份 基本上都是奴隸的話 那麼他們自然也是可以買賣的 好所以在奴隸市場上面 就是買賣格鬥士 就是在古羅馬的這段時期呢 是非常常見的一種形象 OK 那麼其實不只是古羅馬 其實一直到後來 到了羅馬帝國 他消亡了之後 好其實這個活動呢 他其實就沒有馬上就消失掉 然後他其實是慢慢慢慢的 到大概四世紀的時候 就是這個基督教 非常非常興盛的時候 然後才慢慢的慢慢的覺得說 這一這樣的活動 真的是太過於血腥了 才慢慢慢慢的就是 就是被忽視 OK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Amphitheater 就是圓形劇場 他雖然叫做圓形劇場 可是其實他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像其實格鬥士 或者是呢 這個賽戰馬車 像這樣子的活動 那這些活動 我們剛才講過 剛開始的時候 只是單純賽戰馬車 就是賽戰馬車 格鬥士就是單純格鬥士 可是後來呢 慢慢就是戲劇的嚴肅加進去了 所以格鬥士他們在打鬥的時候 到後來他不是單純的 就是兩個格鬥士在打鬥 他變成會有戲劇性的東西的家軍 會變成Archilles跟Hector 他們最後的生死戰 OK 那反正這些人 他其實除了就是說 他是格鬥士之外 他還有一個身份 他就是演員的身份 OK 來 蘇穎啊 蘇穎不是定的 所以他們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在命定 誰是哪一個角色的時候 而且他們的蘇穎有的時候 其實事先是 事有先約定 就是說哪一個其實最後被殺掉的 他其實叫 他會找一個 比如說他基督教的教徒 被抓來的 他等於是一個犯人 所以這個就是去送死的 所以你在Hector 我們在Hector跟Archilles 最後都真的說Hector是輸了 OK 所以他上去的時候是不會 而且Hector最後怎麼死 他是在沒有武器的情況下被偷襲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這一個扮演Hector的這個人 其實到時候他不會有任何武器 他就是要徒手 不管他再會打 然後你去面對另外一個有武器的 而且他本身就是受過格鬥師訓練 這個不是一個很公平的戰爭 然後他就是死定了 OK 那像在這種場合裡面 所謂的演員有很多 他們其實就是仿劇的演員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會講到 仿劇他越來越興盛的時候 好那麼這個地方是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那不管是格鬥師也好 就是如果說他們就如果輸了一方 那麼能不能保住他的命 那就要看最後就是帝王怎麼去 或者所謂的裁判怎麼去裁決 那其實這個也就是要看民意的這個基礎 OK 好那麼所謂的演員劇場呢 就到現在可以說是罵名 好不只是這個聖名最想聖名 最想罵名的一個就是Colosseum 好這個劇場 那通常來講在這樣子的原型劇場裡面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格鬥式的這個戰鬥 他都是在差不多傍晚的時候舉行 好因為通常來講在古羅馬的時候 他的就是一天下來就是他的這個慶典活動 好早上呢先是動物 不管是動物吃人 還是動物跟動物的打架 好那是早上的這個部分 然後差不多接近中午的時候 那什麼東西來配午飯呢 就是看死刑犯處死 這是配午飯的 好那有的時候死刑犯就這樣處死的太可惜了 所以有些死刑犯就會流下來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比如說你Hector跟Achiles你一定要死一個嘛 那就與其就是只是把他給處死 或者W就留到後面 然後再加上一點娛樂效果 OK 那後面就是壓軸系通常就是Gladiator 就是這個格鬥式 那如果這個帝王非常有錢的話 或者是他心情特別好的話 甚至於還會有水戰 這個部分 好那麼這個就是Coliseum 所以你看到圖上面這個點點 有的那個白點點紅點點那個是人 所以他到底有多大 你大概就可以想像的到 就上面那個點點 好這些都是觀光客 都是遊客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他有多大了 OK 那同樣就是細節的那個結構的部分 我們明天再說 那麼這一個圖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 他是把一個圓形劇場 就是一個Amphitheater 他把他所有的就是通的 就是像路口或什麼 全部把它堵了 然後之後呢再放水 好 那上面的船呢 這些船艦其實是在當時 就是海軍來講呢 是他們海軍當中 就是規模最小的船艦 好 要不然你真的拿那個 最大型的船艦的話 其實大家一放這個水 這個水池就滿了 好 所以他是放最小的 好 那麼剛才有提到過 就是他們這個打水戰的這個表演的時候 好 那麼通常 就是在這個船上面的這些呢 基本上就是如果是說 你是那個划船的 那個通常都是奴隸 或者是犯人 那麼 他們就放在這個船上的時候 他們是腳踝都有鏈子 就是他們是被鎖死的 在船上 也就是說你這艘船 如果在打水戰的時候 你輸了 你逃不了 你就乘船就死了 OK 嗯 嗯 水到怎樣 灌進去的啊 船 船 船當然就是有水 你就開進去啊 就那麼簡單啊 當然是很好費石耗工 所以這其實是很花錢的 一項娛樂活動 對 那FTH這已經算是省錢的做法了 那麼據說呢 最開始呢 就是做這樣子的活動呢 其實就是凱撒達利 Julius Caesar 那麼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把泰伯河 就是 羅馬 他最主要那條 羅馬城最主要那條河流 然後他把那個河 就是印 然後挖了一個大坑 然後這邊表演 非常非常的花錢 他總共動用了 兩千個 就是 打仗的 然後四千個 只是光滑船的 那同樣的像這種水戰的演習呢 他們常常也會加上戲劇的效果 所以他們就會看就是說 在他們自己歷史上面 那麼著名的水戰 他們同樣就是把那個東西 當作故事的腳本 然後就是這個水戰 並不是只是兩邊在那邊打來打去 打水戰而已 而是事實上 他還有一條歷史故事的這個線 同時在跑 好 那麼打水戰的這個活動呢 其實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時候 其實就是 不時不時的就是你還可以看到 就是有這樣子的活動 那只是說他的規模 是會小了很多 而且他的表演 就是盡可能把這個表演的時間拖長 也就是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說你 你挖了一個大水坑 然後那邊打水戰 你只就這樣表演一場的話 你的本錢是最高的 可是如果是說 你可以就挖了一個水坑 放一條船在那邊 然後呢 這個打可以打個三五個月的話 那你的本錢就會回來了 所以到十九世紀的時候 十九世紀最出名的 這個打水戰的表演場地 叫Sadder Wells 那他叫Sadder Wells 就表示他就是在河流的這個附近 他也是一樣把河流引進到劇場裡面去 那麼他們就是盡可能的 他的那個戲嘛 就是盡可能的就是演久一點 那他們的船是比真正的船 都要比較小一點 那他們演員就是找諸如 或是小孩子 所以就是整個的那個大小 就是可以可以縮小一點 OK 那他們就盡可能能夠演到 就是三五個月的話 那他的這整個的造價 就是可以回本 OK 好 那你看一下船的結構 這個是他們所使用的戰船裡面 最小的一個 可是大概還是要用到差不多 40個人次左右 OK 好 那麼既然有水帳的話 他跟現代的足球隊一樣 絕對不會只有人在那邊打 還有拉拉隊 沒有錯 這個就是他們的拉拉隊 所以比基尼不是20世紀的發明 比基尼其實是古羅馬人的發明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拉拉隊表演 比基尼女孩 然後他們也有水上芭蕾 所以在水裡面的是水上芭蕾 他們這個是到岸上的表演 然後他們他們是女生嗎 廢話 人家身體好 肉少一點可以嗎 便當 笑那麼開心幹嘛 好 然後我們再看到下面 下面這個地方呢 就是講到喜劇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羅馬早期喜劇 因為我們知道他其實很多都是從翻譯 或者是模仿希臘人 慢慢當然也會有他羅馬人自己的東西 好 好 那麼他們的喜劇呢 早期 那麼我們剛才也講到 受到希臘人的影響非常非常的深 那麼大概在希臘的所謂的 中喜劇時代的時候呢 那麼有一種就是很傳統的 就是鄉下人的這種表演形式 這個表演形式呢 那麼現在我們也可以在那種所謂 就是黑桃的那種水旺上面 你可以看到就叫Fliax 他的意思就叫做三姑六婆 OK 所以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所以他的表演形式 你可以看到其實跟中喜劇 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這個故事很簡單 就是有一個有錢人 就是有穿衣服中間的這個老頭子 然後他有一箱的財寶 好 然後這個穿著裸體裝的 你可以看到還露點的 這不是真的他的點 這是裸體裝上面的點 好這三個 這三個是到他家裡頭的賊 那因為他很窮 就沒有錢買衣服 所以你可以看到為什麼要露點 OK 然後就要來搶他的衣服 然後當這個守財奴 他說什麼也不肯放過 就是這個一箱的這個財報 OK 好 好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亞特蘭鬧劇 好 那麼亞特蘭鬧劇的話 他是大概在今天 就是 意大利西西里島 就是比較屬於南邊的一個 就是地方表演的這種 就是地方等於是表演的一個技術 OK 好 那Fleex他最主要也是 就是所謂的仿劇的一種 所以我們知道就仿劇 其實他就是從鄉野 這種傳統表演出來 所以他 原本他沒有很多 就是很高技巧的東西 他就是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你要去模仿 你就是模仿你越像越好 所以他們的這個著裝呢 跟中喜劇很像 因為差不多是那個時期 好 然後就是發展出來的 OK 好 那麼早期的像亞特蘭鬧劇也好 或者是仿劇 這些早期的這些表演呢 他沒有就是所謂的定本 就是即興的演出 即興的那個分量非常非常的高 那有定本 好 其實也是大概就是西元前200年左右以後 才開始慢慢會有定本的這個產生 OK 好 那麼這些表演的形式呢 通常來講的話呢 就是他們 就是有的是戴面具 可是有一些呢 就慢慢不戴面具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最早開始不戴面具的呢 就是喜劇裡面 或是仿劇裡面 就是演出 那一對就是你群我願的那個 年輕情侶 OK 那就是 演男的就是要長得帥 好 就像這邊 演女的就是要長得漂亮 那他們沒有什麼演技可言 所以如果在臉再擋掉的話 就沒有可看性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 我們所謂的 偶像劇基本上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條件 那真正要靠演技的 就是其他的角色要帶面具的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亞特蘭鬧劇的部分 亞特蘭鬧劇呢 最早它其實是差不多 還有意大利就是北裔 北方的一個就是地方的一個表演的文化 OK 那跟Philia剛好就是一南一北 OK 那其實它表演的方法可能也都蠻類似 因為這些東西很多 我們都單純的只有一個圖像 所以我們很難去判定 欸 到底它表演的整個過程 在活動的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那可能它表演的方式可能差異也不是很大 那所知道的從文獻上面 所看得到就是說 大概亞特蘭鬧劇裡面呢 它有幾個就是非常受歡迎的固定角色 它會一直不斷重新再出現的 那像是這個報告是有講過 像Bucko他就是喜歡吹牛的人 Puppus他就是壞脾氣然後很笨的這個老年人 還有Marcus Marcus就是很愛吃的人 Docinus他基本上他的身分是一個奴隸 所以他也是有一點就是 身體上面會有一些畸形的一個狀況 但是他很聰明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Docinus 他就是大概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不是很好看我知道 OK 那我們剛才講過像這種鄉野裡面呢 就是非常受歡迎的這種大眾的表演活動呢 其實他的即興表演 就是剛才是他即興表演的這個色彩是非常濃厚 所以也就是大概到西元前兩百年一百年也才開始 慢慢看到說有一些就是短篇留下來的這個腳本 OK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就非常喜歡呢 除了從Manander那邊的這個劇本去取材之外 那麼會大量的去採用亞特蘭鬧劇或者是仿劇的這個劇作家 他同時也是演員就是Plautus Plautus他自己本身他是奴隸起家的 那麼Plautus他很特別的一點就是說 那通常在羅馬時期的時候 就是劇作家跟演員通常不會是同一個 OK 可是Plautus很特別他自己寫劇本 但是他也演出 而且他每次都一直演那個主角 然後就是那個奴隸 那Plautus這個字的意思呢 就是腳很大 所以他的主角人物你可以看到都有一個特色就是腳很大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像他經典的劇本裡面呢 通常來講他的主角就慢慢的就是從那些主人的角色 變成了就是這個奴隸的角色 那麼這個奴隸的角色呢 他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這個 生理上面的這個特徵呢 就是他的大腳 然後呢他通常呢就會在這個老主人跟小主人之間呢 就是非常兩難的這種狀態 那老主人呢通常就是一個非常愛柴守柴奴 然後一個老頭子 那他跟小主人呢自然就是 畢竟年紀比較接近一起長大 是比較有感情的 可是呢老主人才是發他心碎的 所以比如說像他的 Zuzelus這個劇本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Zuzelus指的就是這個主角 就是根據文獻的話就是Protest他自己所演的這個奴隸 OK 那麼他的小主人呢就看上了就是青樓的一個女子 就是這個Phoenicium 那麼當然呢就是老主人呢就覺得Zuzel呢就覺得他看不上眼 OK 那沒有多久呢他們就發覺另外一件更慘的事情呢就是這個青樓的女子呢已經被一個軍人 一個將軍呢就是已經等於是幫他俗生了然後把他帶走了 所以呢他們就要想辦法就是在他帶走之前呢要先籌到錢 然後要幫他俗生要把就是要搶在人家之前 所以呢Zuzelus就憑著他的聰明呢 然後就騙了就是帶錢來幫這個青樓女子俗生就是將軍派來的人 然後就把他騙就是在那個路上一家客棧 就叫他就是等於是待在那邊等著他沒有來得及送錢 OK 然後他又跑去呢就是這個跟人家打賭 就是跟他老主人打賭 就是打賭的金額剛好就是幫忙俗生的金額 然後就說這個 如果他賭贏的話這錢就要給他 然後他又找人呢他的好朋友同樣是一個奴隸 就假裝是將軍派來然後送錢俗生的那個人 結果後來他們就因為這樣子就很多的陰錯陽差 然後他就把那佛陷使人就是等於是幫他俗生跑走了 然後最後是他的老主人要幫小主人服葬 OK 所以最後就是他很開心的就帶了大家去大吃大喝一頓 這是很標準的就是所謂的新喜劇傳統之下的這種情節 那他的角色就是這幾個 然後類似的情節他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就是有點在某方面來講也蠻類似的 我們就有八點檔部分的那種八點檔的這種情節 OK 好 那麼這一個 別當 這個禿頭的 他護著他的錢包的 這個就是皮條客 為什麼他禿頭呢 因為據說性病就是跟 得性病的時候很容易發生的情況就是一直掉頭髮 所以你為什麼會看到那種皮條客 在那個時候皮條客的那個角色的塑造都是禿頭 就是這個原因 OK 那如果是男性就是男 過去就是所謂男主角 我們的偶像劇男主角的角色 他都是穿紅衣服 所以他一站上來就知道 這個是帥哥 然後美女呢都是穿著黃色衣服上來的 OK 不就差不多同一個那個人嗎 就大概是這一個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面具 這不是他的長相 這是還在戴面具的時候 不過在某方面你也可以理解 為什麼要把面具拿掉了嗎 對不對 OK 好 那我們再看Terence Terence他本來呢 其實是迦太基人 然後在迦太基就是等於是亡國了之後 那麼他就被他的主人就是帶回羅馬 然後就是他的主人對他不錯 還供他這個錢 然後就是教育他 那他前後一共就是寫了六部的劇本 那麼 基本上也是從Terence的劇本呢 就是翻譯還有改編的作品 那麼他所面對的 並不是一般的觀眾 他不像Protus Protus呢他有一劇場的觀眾呢 他必須要去迎合 那Terence就沒有 那Terence呢他所寫的劇本 如果根據文獻金呢 基本上呢 大概只有一兩部在他活著的時候 就是有過演出的情況 可是基本上來講 他所寫的劇本 他並不是要給 就是並不是要去迎合大眾的 他只是要給這些貴族 然後就是當書籍一樣 就是看著 是用這種閱讀的方式來做娛樂 好所以他的六部作品呢 後來都留下來了 那麼 對於 後來就是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的 喜劇的發展呢 那他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因為他的這個 主人呢 非常賞識他的這個才華 所以後來呢 就是讓他 就是變成自由人了 就不讓他再繼續當奴隸 那他沒有再繼續當奴隸之後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動機 就是繼續寫劇本 也就沒有再有新的劇本產生 OK 好 那麼悲劇的作品呢 代表的這個劇作家是Synica 同樣的Synica的作品 其實很有可能都沒有在舞台上演出過 可是呢 劇本來講的話 就是流傳到現在的劇本來講的話 只有Synica的留下來 所以變成留下來的文本 那麼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呢 就影響非常的大 OK 那剛才同學有提到 就是說他非常的喜歡描述 暴力血腥的這個橋段 那其實這種喜好 就是跟他自己身邊發生的 每天要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關係的 因為他不只是尼路的老師 他基本上也就是等於是一個假宰相 冠百宰相的一個職務 那尼路我們知道他其實是在歷史上出了名的暴君 他甚至於一時興起想要改造羅馬城 然後還把這個城就乾脆把它給燒掉 就燒了之後呢 當然羅馬人很不高興 所以他又把這個 城池被燒掉的事情呢 又把它給推到就是基督教人 基督教的這個 教這些就是信教信仰基督教的這些人身上 然後說是他們就是放過 然後還把就是信仰基督教的這些人呢 全部都抓來 然後就是就變成借下囚了之後 我們知道就是在這個慶典活動的時候 然後我們知道就是中午的時候 要開始處決犯人 其實他從早上開始 就是所謂的人獸鬥 他基本上就拿這些基督教徒去餵野獸 OK 然後一整天下來他不只是人獸鬥 他不只是處決犯人 他不只是格鬥式的這個單子 基本上他都是拿這些基督教徒去餵野獸 然後就是去送死 OK 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Synica在那樣子的環境之下 那基本上他身邊的那種氛圍就是非常不利的邪性 所以也很自然而然 他把這些東西都放到他的劇本裡面去 好 所以我們看到在他的伊迪帕斯王裡面 Jay Costa他不只是死掉而已 他死的時候他的那個 就是根據Synica他劇本裡面的SD 就是他的舞台指示 是要把Jay Costa的那個肚子要挖開 然後把他那個子宮 因為他的兒子恨他恨到 你為什麼要生下我 把他的子宮挖出來 那你也可以想像得到這樣的劇本 你真的要在舞台上演出 並不是太容易 當然你也可以想像到在當時 不是不可能 現在是難度會這樣 但當時不是不可能 因為很多的死刑犯你可以 就是真的這樣子做 他們也事實上在當時 是會這樣子做的 OK 好 那當然還有像Media Media這個劇本 我們知道Media他最後為了要報仇 他的這個丈夫Jason拋棄他 所以他把他跟他丈夫所生的孩子 然後殺掉 OK 那麼他殺他兒子的這一幕呢 那如果是在古希臘的劇場 他是在off stage 然後只是一個就是Message 來報告說 欸就是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在Synica的處理之下 這一幕戲是要在觀眾面前演出來的 好那麼Synica最後呢死的也蠻慘的 因為後來就是尼路太過於殘暴 所以就有很多就是推翻這個暴君的這種聲浪 那尼路就是在一次就是沒有成功的這個 推翻他的這個行動當中呢 那麼就查到就是有處死馬跡好像牽扯到Synica 所以他就刺死Synica OK 那刺死Synica的時候 那個時候Synica他們那時候刺死就是最主要就是放血 可是問題Synica呢年紀那時候已經大了 他年紀大的那個血流的很慢 結果他就是放血然後呢把那個血管就是切了之後 就流的太慢他死的太慢 結果他的朋友啊什麼就為了要幫他忙 就在那邊燒熱水就讓他那個血液循環好一點 讓他死快一點 好那麼這是他其中的一個作品Hippolytus 那麼剛才同學有講到就是他的作品裡面有很多就是 對於人性其實是你可以看得出他有蠻多的失望 好就是很多就是你看不到人性當中有什麼可以 就是好像值得救贖地方 那麼他的Hippolytus其實呢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他的命名是Phaedra 可是事實上是從Eurubages Hippolytus 好同樣也是這個希臘的神話故事裡面去取材的 好那麼Hippolytus最後呢會死那麼淒慘就是Phaedra呢就是陷害他 Phaedra是他的後母 可是呢Phaedra在一次就是他自己的葬會 就是Hippolytus的父親呢出征的時候 然後就有誤會就是有誤傳的消息 就是他死在戰場上了 那他就以為就是說他就可以去勾引Hippolytus來取他 就Hippolytus對他完全沒有興趣 然後沒有多久又聽到他丈夫沒死 然後要回來的消息 結果他就很怕Hippolytus如果把實話呢 跟他丈夫講的話就該他要倒霉了 所以他丈夫回來的時候他就撕破他自己的衣服 然後就把這個就是跟他的丈夫說Hippolytus你兒子 就趁你不在家的時候然後對我非禮 結果他父親就在一怒之下呢就要刺死這個Hippolytus 然後他還找海神來幫忙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的那一幕是Hippolytus他駕著馬車 然後在海邊的時候 結果他的馬因為看到了就是海裡面的那個怪物 就是海神派來的怪物 結果就一時驚慌呢他就把他摔下這個馬車 那摔下這個馬車啊他那個江神好死不死就把他給淚死了 那這一個故事就是這一個劇本在Synica 他所要表達的就是一個就是人心當中有很多很醜惡的 我們就是所謂的現在負面情緒 那這些情緒如果人沒有辦法好好的管理的話 那麼就是常常就是發生這些所謂的悲劇 最重要的這個原因 那Synica他對於後世我們剛才講過 他的這個影響是非常深 因為他的文本留下來了 好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時間差不多了 有沒有問題 我們下個禮拜會繼續講仿劇 還有就是所謂的亞劇Pentamide的部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好沒有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有的時候 10秒鐘 нак.... 可以啊 每個人都要回去 謝謝